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霜 看看楼佳慧的处理 防守队员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拦截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球又回到了马腾斯的控制 这是斯皮彩 球出底线了 变才示意球门球 中国女足弄丢了球权 反得东克 球回到了反得东克的控制 好的 比赛刚刚开始 他们就先把头球打进一球 如果不是门线技术的话 这个球是有机会成为世界独裁一大悬案的 没错 因为实在是太接近了 没错 因为实在是太接近了 没错 因为实在是太接近了 得到一个边线球 斯核里达 斯皮彩 丹尼尔 范德东克 传给了范德东克 又还给了马腾斯 进攻方拿到一个脚球 这个脚球直接传到了进去中央 这扑就没什么难度 黄珊珊 唐佳丽 楼佳慧 位置不错 看看他们怎么处理 有机会半平比分 都被破坏了在最后关头 他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把球解围了 这让他们的球迷看到 这个解围 他不是定心丸了 是救心丸 对呀 双妹子往上拿球 斯核里达 斯皮彩 非常聪明的一次拦截 夺回了球悬 成功地找到了空档 对手的攻势到此为止 这动作有点大呀 裁判这次会掏牌吗 裁判干脆地掏出了黄牌 估计犯规的队员 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摇尾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 直接打门 一次成功地扑就 感觉门匠今天状态不错 攻到了前场 有机会完平比分 一下挡住了 但还是没有解围 打平了 双方打平了 精彩绝伦 而且这个结果 真的是很难预测了 一击精彩的打门 将对方的多名防守队员 简直视为无误 一半被扳平成了 一笔 多米尼克布拉德沃斯 尼克马腾斯 这个球出界了 看看是谁碰出去的 反着东克 球又回到了马腾斯的控制 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拦截 他及时阻止了对手的攻击 唐佳丽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 这次反击的机会 这次反击没有把握好 无功而返了 尼克马腾斯 球到了米的马这里 一次漂亮的拦截 抢回了球 位置也还不错 球权又回来了 这能创造出机会吗 好的 又把领先优势抢回来了 干得漂亮 在这个镜头当中呢 我觉得进球之前的过程 尤其值得撑到 很少有球队像他们这样 一挣扎 都持续压迫对方的防线 不断地给压力 直到对方犯错 然后给他们一击致命 是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长转转移 这次队友的支援很及时 能追回分叉吗 球没进 门将把他从没开二度的美梦中叫醒了 希望还有机会 这个角球掉到了进区中间 球还在危险区 他过掉了对手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其实这个射门的尝试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这段时间攻势很猛 如果继续这样踢下去 完全有机会半平比分 丹尼尔范德东克 罗尔德拿球 比克马腾斯 过带了防守队员 现在他们手握一球的优势 好好利用这个角球 应该可以扩大领先优势 开出的角球飞向了进区 软绵绵的一击投球攻门 这对门将是问题吗 对方被他们逼得是手忙脚乱 又要面临下一波攻势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再变一声哨响 荷兰女组比分领先 展开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再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落点非常不错 往双 往双 漂亮的扑就 看来正想办法找进区中的队友 没什么威胁 射门穿透力不够 被拦截了 球解围出了危险区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 脚下球丢了 这次反击戛然而止 这脚直接有机会 打平了 双方打平了 精彩绝伦 而且这个结果 真的是很难预测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双方又打成了平局 真是难解难分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这样对手之前的努力 都付诸东流 这次拦截啊 真的非常漂亮 让对手之前的组织 全部变得徒劳无功了 杰洛尔德 交给了范德东克 挡住了对手的这次射门 这个角球是取得领先的好机会 没有直接传桌 尝试一下来个短的 利克马腾斯 尽管打高了 但是发力倒是非常足啊 他们决定现在做出换人挑战 看这个转移 王珊珊 轻易甩开了防守队员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文将奋力地将对方这次 势在必得的单刀球机会 化线为一 立下战功 刚才这个球确实是 很好的进球机会 一般守门员也无法 很好地处理这种单刀球 但是他做到了 厉害 一次简单的扑角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防守有漏洞 突破 太漂亮了 从而的表现来看 近两个球 似乎毫不费力啊 这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 三比二 维维安尼米特曼 好球 抢到球了 唐佳丽 王珊珊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王霜 得分的机会 漂亮一脚 世界波 技术相当了得 这次是一脚挑船 越过了对方的防线 再来看看最后的射门 对自己的脚法也是相当有信心 不等球落地 用一个极为舒展的动作 把球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雅基格鲁嫩 他几乎是身处无人区啊 拦判是一接外球 船跑没想到一起啊 越位了 顶着对面的比抢 在后场处理球 一次漂亮的篮节抢回了球 位置也还不错啊 堵枪眼一般地挡住了这脚船中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张锐传出了一脚好球 必进球啊 发动了一次快速反击 除了最后的打门 其余部分都很精彩 看得出来在场下是严练配合过的 不过打门方面是不是也应该练习一下呢 是啊 梅尔姆斯 我们看到球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传给了王珊珊 成功带球突破防守队员太棒了 文奖再一次成为了球队的英雄 他这个反应速度太快了 教练在场下准备换人了 我都以为这球近了啊 结果偏出了门注 投球本来就不好控制 他已经做得不错了 亚基格鲁嫩 林天特贝伦斯泰因 亚基格鲁嫩 掐灭了对手的攻势 拿回了球权 反击这个选项目前可用啊 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结果球没拿稳 比赛来到了最后的五分钟 他好像找到了防守的空灯 手面的拳头功夫了得 双妹子往上拿球 交给了马腾斯 得到一个边线球 反着东克 盘米的马特拉 守门员这球扑得好啊 给到禁区里 脚球落点应该很好 有没有机会呢 防守队员挺身而出 用身体挡住了球啊 中场哨声响起 中场哨声响起